请问James老师 我能够理解您所说用股票质押借钱并且只还利息 股票资产升值速度高于借贷欠款上涨速度 所以资产减去负债还是不断上涨 可是看了很多影片后 我还是不能理解 到了最后 比如几十年后 上百年后人去世了 股票质押的金融机构发生变动 要求还清本金等等 还是要还这些贷款的本金 总有一天影片重点讲解一下这个非常重要的话题 十分感谢 还有一个问题 如果提前退休没有薪水了 如果不想卖股票 那到时候如何继续还贷款利息呢 谢谢您 还是要卖股票来还贷款吧 就像您在本期影片一 41分0秒处提到的 我想观众你应该有很多人 还是不能完全理解 为什么永远不用还贷款本金 不知您是否可以出一期 James老师回复额 在每个国家其实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在台湾 大部分的金融机构需要你还清借款 才能将遗产给遗产受益人 但是台湾也有一个方式 就是遗产受益人先要签署一个同意缴税证明 就可以办理遗产继承 另外有一种方式就是你的资产 本来就远高过你的负债 所以你的小孩子应该要有足够的资产 将他的资产先去质押之后 借钱出来还父亲的欠款 之后再将父亲的资产作为继承资产 相同的动作也可以发生在美国 如果你的遗产资产远大于你的负债 在美国其实用生前信托 就可以将你的负债账户跟你的资产账户 同时由继承人来继承 这样子直接资产跟负债同时继承 也是没有问题 不然还是可以用上述的方式 子女的资产 他也是有质押 可以将他的股票资产质押之后 借钱出来还掉父亲的欠款 再继承父亲的资产 这些都可以维持你的资产 永远不卖 而且负债可以持续 以上的回答 不知道是否轻 如果还有问题 可以到Clubhouse来实际提问讨论 或者是你继续留言 以上供大家参考 你会急助还款吗 你有想通如何 世世代代不还钱 世世代代持续借钱 你会担心吗 你知道借钱的是富人 存款的是穷人 你有其他看法 请在下面留言分享 感谢观看本篇影片 如果你喜欢这个主题 请给我们按赞和订阅分享转发 也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想法和经验 撰稿 James